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香蕉超人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我个人的 pokerblog第二集 那今天这集呢会比第一集啊 有更多的大底池出现哦 让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今天的排局吧 同样的我们今天玩的盲注级别是 小盲10大盲20 我个人的一个其实买入呢是10k 筹码分布和上一集是一样的 黄色10块蓝色100块 红色1000块 ok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呢 是我在专位拿到的一个口袋对4 这手牌在行动轮到我之前呢 前面是有一个玩家limp的 因此我是选择挤压加注到了120 再加注到120之后呢 只有limp的玩家选择跟注 这是一个单挑底池 我们一起来看翻牌 翻牌呢是4-7勾彩虹面 在对手过牌给我们之后呢 我是选择做了一个90的持续下注 呃1 3个底池 非常标准 那在呃4-7勾彩虹面 这样子的牌面 我们击中一个底赛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手呢 有大量的类似像56啊90啊 一些一些 以及一些勾挂的一些排行组合 是完全是 在我们的价值取向范围之内的 在我们持续下注90之后呢 对手也是迅速的选择了一个跟注 我们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5 这张红桃5呢 说实话对这个牌面没有太多的改变 不过呢 是有让类似像56这样子的牌 增强到带队两头顺的 因此呢 在对手再次过牌给我们之后呢 我是继续打了一枪300亿啊 这里这枪不能像翻牌那么轻了 因为我们肯定是不希望于说 看见合牌变成一张沉顺的 在我们打出这枪300亿之后呢 对手也是没有做太多的思考 而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我们一起来看合牌 合牌呢是一张红桃2 对手再次过牌给了我们 这个时候底持1070 那么我就在这边想了 这里如果对手是类似像56啊 这样子的牌型的话呢 我这里即便是打个 6700呢 他也是扣不动的 但是如果说对手这里有一些 类似像石钩啊 钩圈这样子的类型的牌呢 我这里如果去打一个非常重的注码 比如说超齿 会不会引起对手的一些不信任啊 最终我决定在这里 下注1580 1.5倍底持 这么样子的一个合牌的下注 不过可惜的是呢 在我打出了这枪之后呢 对手并没有选择跟注 而是选择了气牌 那么我们也是成功的收下了 今天的第一个底持 在收下刚刚这个底持之后呢 我原以为这场牌局的节奏啊会和上一次一样 在水上缓慢发育 但是万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泡沫 在这个泡沫破碎之后啊 我今天进入了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呃深深水下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这手牌呢 是我在straddle位置拿到的一个k10不同色 呃翻前的行动呢 是大律师啊 在中间位置做了一个120的open 然后呢 我是选择了跟注捍卫 这是一个单挑的straddle捍卫底持 翻牌呢 是开出了99勾彩虹面 我们在这边是有一个卡顺的听牌 以及一个k的高张的 在我们过牌之后呢 大律师选择在这边持续下注了180 那面对这个180的持续下注呢 我们这里可以加注 也可以跟注 但是考虑到对手打的不是特别大 我在这边选择了一个跟注 我们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呢 是一张黑桃7 这张黑桃7对于我们的范围来说呢 是肯定是更加的友好的 因为我们的范围当中 有更多的18以及9x的组合 在我们转牌继续过牌之后呢 大律师在这边只打了220 那这个这枪220呢 是对于我对大律师的这个整一个 手牌强度的判断呢 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我觉得他这里的牌并不强 因此我决定直接利用我们这个卡顺听牌呢 做了一个check race到720 可是不幸的是呢 在我们加注到720之后呢 大律师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那么就要一起看到盒牌了 这个时候呢 盒牌掉下了一张草花7 这张草花7的出现呢 就使得我们的整个范围啊 就显得非常的尴尬了 因为在转牌的时候呢 我们还能去扮演类似像18这样子的顺子牌型 但是到了盒牌之后呢 由于这样子的一个aabb的牌面 我们的范围呢是进一步受到了限制 但是呢我们又只有一个khi的牌型 去修档肯定是不可能获胜的 因此呢我在这边做了一个 可能是这场牌局最差的一个决定吧 我在盒牌是打了一枪1700将近满持 在我下注了这个1700之后呢 呃对方啊 也就是大律师呢 也是没有做过多的过太久的思考啊 最终是选择跟住了这个1700 并且秀出了他的手牌kk 那么我们这手牌呢 是在最终啊损失了这个5470的底持 进入到了一个水下的节奏 在损失了刚刚这个底持之后呢 我也是选择了补充筹码 补充子弹 在这边呢 我给自己增加了10k的筹码 继续战斗 那么来继续看下去吧 这手牌呢 是我在装卫拿到了一个口袋对圈 这手牌也是有strattle在的 之前的行动呢 是hijackwage的玩家选择做了一个limp 那行动到我之后呢 我是做了一个160的squeeze 这个时候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小忙大忙 以及strattle位置的玩家 全部弃牌之后呢 hijackwage的玩家是选择limp wrist到了440 行动再次回到了我这边 那按照我个人的一个游戏经验来说呢 一般会选择这样子limp wrist的这么一个动作呢 所代表的范围都是相当不错的 基本上会集中在a k k a k 包括圈圈以及少量的勾勾等 那当时我和这个hijackwage的玩家的有效后手呢 都是非常深的 并且呢 我又在有力位置 圈圈呢 也当然不可能在这里就直接放弃 因此我最终是选择了一个跟注看翻牌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翻牌 这里翻牌是开出了a93彩虹面 hijackwage的玩家选择持续下注360 是一个三分之一左右底池的下注 在这边呢 我确实是不是很喜欢牌面上的那张a的 但是考虑到对手也可能只是做一个常规持续下注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在这边还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去选择一起看一个转牌 转牌的行动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转牌的掉落是一张草花疤 对手的行动呢 是过牌 那在这边我有位置的情况下呢 也是随后选择了一个过牌免费看合牌 这个时候合牌掉下了一张方片钩 对手直接在这个1670的底池里面下注了1600 那我在这边面对这个1600的这个下注呢 很是很显然什么都不赢了 就如同我在翻牌前所判断的对手范围那样 对手的范围主要集中在a kk ak 以及少量的勾勾和圈圈上 那伴随合牌的这张方片钩的掉落呢 我们这边是连勾勾都无法战胜了 因此呢 我在合牌面对这个1600的下注呢 确实没有太多 其他的选择只能选择一个器牌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手三人底池 这手牌呢 是我在小盲位置拿到了一个a圈方片 在前卫两个limp的情况下呢 我在这边是选择加注到了180 在我加注完180之后呢 limp的两个玩家都选择了跟注啊 这是一个三人底池 翻牌是开出了18k彩虹面 其中呢10是方片的 因此呢 我们在这边是击中了一个卡顺后门花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无限有利于我们翻前激进范围的这么一个公共牌面呢 我是在这边选择持续下注了240 下注完240之后呢 是跟注了一位玩家两个人看到转牌 这里转牌呢 是掉了一张黑桃三 这张黑桃三呢 是相对于翻牌来说 没有任何改变的一张牌 那在这边呢 我是肯定需要继续下注去向对手施压的 希望我能在转牌呢 直接打走类似对手 像10圈 10钩 呃 910 89这样子类型的牌的 能够这样通过这个转牌的下注呢 直接去剥夺他这些手牌的抵持权益 呃 在我转牌打出一枪770之后呢 也是成功啊 逼迫对手弃掉了手中的牌 那么这手牌呢 算是呃 小回一点水 但是我们从画面上也是看到 目前呢 我还是处在一个差不多水下3000左右的这么一个状态 OK 在漫长的黑夜过去之后呢 我们是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阳光 在这边我们在UTG的位置是拿到了一个AK不同色 呃 这边我是做了一个80块钱的open 在我们open完之后呢 CO位置的美女玩家呢 是选择做了一个soybet到240 在美女选手做了这个240的soybet之后呢 比较尴尬的是呢 这边大忙位置的玩家是选择冷扣了这个240 那我在这边这个AK不同色啊 面对两名玩家是很显然不想在这么一个中间位置去游戏多人底持的 因此呢 我在这里稍作思考之后呢 是选择做了一个1080的forbet 在我做这个1080的forbet之前呢 我也是有事先去观察过美女选手以及大忙位置玩家的有效后手的 他们两个的有效后手呢都在3000左右 因此呢我这边的计划就是在我做了这个1080的forbet之后呢 即便他们两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推出全压呢 我都是会选择跟住的 比较幸运的是呢 这手牌在我做完这个1080的forbet之后呢 他们都是选择了一个弃牌 那么我们这手牌也是成功在翻前啊 就收下了这个forbet的底持 也算是为接下来的这手牌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 OK我们来看一下这手牌的位置啊 这手牌的位置呢是在小忙位 那刚刚的这手ak呢是在那个utd的位置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手ak 就发生在刚刚这手ak之后的第二手牌 而行动的选手呢 也是和刚刚的这把ak的两位选手呢是一模一样 这手牌呢是先由mp位的美女选手呢 做了一个80的open 然后呢装卫的这位选手也就是刚刚冷靠 3bet的这个选手呢是做了一个320的3bet 行动再次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同样的也再次的夹在了这两位选手的中间 在这里呢我是同样做了一 也那个一定的时间思考之后呢 是最终做了一个1000的forbet 在我们做完这个forbet之后呢 行动也是回到了美女选手那边 在这里呢美女选手也即将进入一个长达两分多钟的思考 大家也是知道嘛 女孩子啊难免容易多想啊难免容易多疑 懂得都懂 特别是就在两手牌之前 我们已经对他做了一个1080的那个forbet之后呢 这手牌我们又对他做了一个1000的forbet 这难免会引起他的一些怀疑 因此在他思考了两分多钟之后呢 最终也是推出了他所有的那个后手 也就是差不多3000左右 在他推出所有后手之后呢 庄位的那个选手呢 也是选择了一个弃牌 啊之后呢 那个庄位的选手也是说 这边就算美女选手不推all in 他也会推的 而他的手牌呢是1010 正是由于我们这边连续做forbet 这么样子的一个行动呢 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信任 最终呢 我在美女选手推出了这个3000左右的拳压之后呢 我也是迅速选择了一个跟注啊 最终呢 这手牌的美女选手的手牌呢 是A圈 而我们这边呢是AK 最终呢 我们也是顶住了这个跑马啊 成功的收下了这个6500的底持 俗话说排来一阵风对不对 如果觉得刚刚这两个forbet的底持 看的还不够过瘾的话呢 这边我们又拿到了一对子弹 又又又又forbet了 之前的行动呢是这样子的 潜卫的大律师做了一个120的open之后 co位置的选手 也就是第一位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在这边做了一个三bet到360行动 来到我们这边 那面对如此支持我的朋友 我在这里怎能不做出我最热情的回应呢 因此我选择在这里直接forbet拉到1100 在大律师弃牌后 我的朋友也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翻牌来了K圈三两个红桃 在这里呢我们手上也没有红桃A 朋友这里后手也差不多就是2000多一点 是一个spr1比1的情况 那我们肯定要把热情进行到底对不对 所以我也就直接推出了all in 在我推出all in之后呢 对面也是直接选择了一个气牌 我们再收一个forbet底持 那在经历了刚刚这几手大牌之后呢 我们的水位呢也是来到了水上6000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刚刚呢都是我们通过大牌去赢下底持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小牌去support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这手牌呢是我们在C位置做了一个120的open之后呢 小忙位置的锦胸哥在这里做了一个480的soybet 行动回到我们这边 我们是选择了跟注 这是一个单挑的soybet底持 翻牌是来了275两个红桃 锦胸哥在这里选择持续下注400 差不多是三分之一底持多一点 半持不到的这么一个尺度 我在这里虽然盖了5和7的两顶帽子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翻牌 对手也同样存在大量miss的范围 因此呢我在这边是选择做了一个跟注 我们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的掉落是一张方片6 这张方片6的掉落呢 也使得整个公共排面变得潮湿无比 但与此同时 这张方片6的掉落 也对于我们co位置 跟注小忙位置 随bet的范围变得强大无比 我们在这个公共排面上面 拥有大量的两对set 以及顺子等这样子的排行 而锦胸哥这边的范围 会更多的集中在超对 以及两高张抽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转牌 锦胸哥选择在前卫double barrel了1200 与此同时呢 他的后手也只剩下4000了 在这里我是可以去选择去跟注这个1200 利用位置去看那个干净的盒牌 但是我的33在这在这里太脆弱了 因此我在这里是直接选择了一个all in 这个all in的意义在于 我不仅能够有一定概率打走对手的一些超对 同时也能百分百的那个拒绝掉对手 两高张的一些权益 所以在我推出这个all in之后 锦胸哥也是选择了一个秒气 那么我们是成功通过了这个转牌的一个 算是半炸虎的拳压 大熟下了这个4200的这么一个底池 ok 香蕉超人vlog 第二集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 今天也算是小小的做了一个过山车 从水下3000到最终这边结束的时候呢 是差不多水上9000多一点 那喜欢这样子类型影片的观众朋友们呢 也是不要忘记点点订阅 我呢会在接下来拍出更多更精彩 这样子类型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